如今网络大电影要吸引眼球,故事情节一定要够曲折,主演阵容更是得不走寻常路,就好比电影不一样的锦衣卫,就是以明星加网红的阵容强强联手。 近日,不一样的锦衣卫第二部在宁波举办发布会,以众主演起起亮相,作为第一部的延续,该剧将为观众们讲述第一部中埋下的伏笔,并继续拉开电视剧中黄泉争夺的问题,想说第二部究竟有什么样的亮点呢? 老戏股张春仲神秘兮兮的卖几个关子,不过说起剧组的新人,张春仲老师倒是很大方热情的要指导呢? 对,因为到现在呢,我们那个不能剧透,有些事情不能剧透,所以我们就不能再过多的说这些个事。 因为我现在呢是属于人过中年了嘛,所以看着这帮年轻人跟年轻人在一起,感觉就有点朝气蓬勃。 我希望他们好,而且呢,尽量呢,有些个事情呢,多给他们指点指点,作为我的微博之力呗。 作为戏里的男一号,新人张嘉佑也是虚心接受老师的指导呀。 然后有三部戏同时开,也有我非常喜欢的演员杜大哥,然后自己也参与了其中的一部,所以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,也很荣幸。 因为我之前对跟王岛合作过几次呢,他的敬业精神让我非常感动。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能参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机会,希望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。 跟各位前辈,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